好 刚才我们看了基本的查询 包括那个布尔查询 是吧 也就是它用获的方式 另外是尤灵这种联合查询 我们也很清楚 如果只是用布尔查询的话呢 它只能够查到那张表 也就是人家定义的那张表当中 指定字段 你最多就是可以获得整个 整个这个表里面的这些字段的值 是吧 那尤灵呢就显得更加灵活一些 我们能够给自己加一些细份 是吧 当然有同学刚才问到两个问题 我们下面就来解答一下 第一个呢 其实解答过了 就是前面那个字段 前面那个查询有多少字段 我们可以猜 是吧 可以试 第二呢 就是 我们后面有多少个字段呢 当然也可以去加 没问题 就是它说的 我怎么知道 不仅是字段名不知道 表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这个库里面有哪些表啊 你这都不知道啊 第一 你不知道这个系统东西有多少库 你更不知道有哪个什么 表 你更加不知道这个表中有什么字段 那就谈不上怎么去获得数据吧 当然还有一个是权限的问题 就算你知道有这个库 你可能拿不到东西 因为它有授权 好 咱们先抛开授权的那个问题 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下面来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库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方没审啊 什么断了 突然断了吗 再联一下 我的这个网线有点 有点松 网线 网线松了 好像是 网线怎么了 还是断着的状态是吧 等一下啦 网线有点松 来 各位 首先呢 咱们看一下 这个 不是你们那儿断了 我这个也好像 这个 咱们一下瞧不回去呢 再连一次 关一个啊 然后进到MySQL库里面去是吧 -u root-p -o w a s p p w a show database 各位 请大家注意 有一个很特殊的库 叫Information Schema 看到吗 这是一个库 然后我们进到这个库里面去 进到这个Information Schema 这个库里面去 看一下 它里面肯定也有表 show tables 各位看到这里面有很多表 这里面有一些叫做什么 columns的这样的一个表 列嘛 是吧 还有呢叫做什么字段呢 或者是 这里面有一个叫 schema 还有一个叫Tables 在哪儿啊 Tables Tables的表 看到吗 各位 这个 这个库非常重要 它 其实就是我们的数据库的 它保存到数据库里面所有表 所有列的圆 圆数据 不是原始的圆 是那个圆角分的圆 这是我们说的 叫数据库字典 大家可以这么来类比一下啊 各位 拿文件系统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有iload 有block 是吧 我们的文件名保存在哪呢 文件名是保存在block里面的 但是文件的信息呢 文件的原数据 也什么权限呢 这些大小啊 这是保存在iload里面的吧 就是我们在查询文件名的话 其实呢是跟查询文件信息 要访问一个文件 肯定要先访问到它的iload 对不对 这个iload呢 就有点像我们的数据库的数据库字典一样 它保存的是文件的信息 而我们这个information schema 这个库里面的各种表 是吧 它保存的是我们的整个数据库当中 所有表库等等的这些信息 这个它没有数据 它没有数据 它只是保存了他们的什么 信息 比如说有哪些库啊 有哪些表啊 有哪个字段呢 都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把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数据库字典 它不是我们的常规数据库 不是我们的业务库 但是它保存的 就是凡是你去什么 你去创建一个数据库呢 或者你去创建一台表 这个信息都会记录在它那里面 你访问的时候也是由它来进行什么 访问的 大家可能平时我们 我在讲这块的话 可能会举一些例子啊 你要如果通过一个例子听懂的话 就不用听下一个了啊 好 那 比如说平时 我们去修Data Base 看到数据库 是吧 其实呢 这个信息是哪来到的 从它里面拿到的 知道吗 这有点像什么感觉呢 像这种感觉 各位看 平时你是不是喜欢free 像这样 是不是free看内存信息 你去uptime看那个复载 CPU的复载信息 嗯 但如果我将有一个特殊的 PROC给它卸掉 哎 没有这个吗 PROC PROC 他说Base是吧 Base 然后他忙 忙 忙我就lazy 我懒人卸载法 哎 老师 懒人卸载法 那个单词啊 就是我 我管你忙不忙 我给你卸了 我管你有没有用 好 大家看 现在再看 看不到了 再看 看不到了 是不是 就是 他的信息呢 就是你平时查 其实查的是这儿 知道吗 所以我们呢 系统自动的将 将PROC挂到了 PROC 自动的将这个PROC 挂到了PROC 好 类型呢 它类型也是呢 PROC 挂上了 好 这个默认识挂着的啊 我现在只是强制跟他刚才 给他卸载一下 好 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这边 刚才看库看表 你各种显示的那些动作 你只要是查询的那些行为 其实都读的是eformation 明白吗 那如果有 如果敢把eformation 这个库给他删的呢 如果假如说 你啥都查不到 你什么都查不到 它记录的是整个数据库里面 所有库 所有表的什么 原信 原信息 原数据 meta data 或者叫数据库字典 字典数据 好 那下面我们就举例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个这个现象 刚才我们看到 information schema里面有一张表 叫做什么 tables表吧 你看 这个表呢 然后我们来楼一眼啊 查一下啊 一点点看 别着急 好我加了杠大计 就是为了 为了那个显示这种方法显示啊 好 各位看 这个我刚才查的是这条语句 哪个语句呢 呃 我刚才查的是哪个是那个叫 tables的这个表吧 这个表里面记录是什么东西 各位 你注意观察 这边有一个叫 有个字段叫做 table schema table name 我想告诉你的是呢 这是库的名字 这是什么 表的名字 你不相信 你往上捣痛捣痛 你看 这个库里面 有这张表 是吧 这库里面呢 也有下面这张表 好 这是这个库里面 你看 这个库里面有这一表 这是库的名字 这是表的名字 那有很多行的 你看 yazd 我们记住一个 你看 有一个叫什么3的是吧 我们进到 我们进到这个yazd库里面去 show tables 你发现 tables 你发现 就有一个什么 thread的这张表 看到吗 所以 所有的信息 都是记录在那个information的某个表里面的 对不对 那这里呢 别着急 这个tables这个表 这个tables这个表 它记录的是什么 你看 这里看 库名和什么 对 tables就是表名 我们的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表名 tables里面 说白了就是里面有什么 所有数据库的所有表的名字 听见了吗 information schema里面的这个叫什么 tables表里面 现在单词很清楚 叫什么表名 叫表吧 那 就是所有的表 任何库里面的什么 任何表 在这儿 都有记录 它的信息都在这个地方 那你懂吗 那你懂吗 那比如说 各位我们再来low一眼看 好像回车有点多是吧 我们可以 limit limit 前 前一个吧 就是一行 哎呦 杠 弯大计 好前一个各位看 连他自己的库 是不是坐在这边有啊 看 这个表示的是 这一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有一张表 叫这个表 它是在 这个库里面 看到吗 它的类型是 系统的什么 视图 它的引擎是 memory引擎 是不是 它的 平均的 列的 行的长度 多长 日制的格式 还有呢 这个 表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 东西 总之 这是什么 表的信息 那刚才各位 如果我不加这个limit 各位看一下啊 一共 多少 多少个 那就是说 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 所有库 加起来的表 一共是680张 能听懂吗 它们的名字 很清楚 在这儿 哪个库 在这儿 能听懂吗 这叫数据库字典 啥都在里面 你查 查的是这儿 能听懂意思吗 好 然后等一下 别着急啊 别着急 那 这个 那这里也没 这里有说哪个库 哪个库 哪个库的哪个表 你看啊 我呢 我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我就查了一下 诶 刚刚说哪个是库的名字 哪个是库的名字 Table Schema Table Schema Table Schema 是吧 那我们查的时候呢 我就刻意的呢 只查了一下什么 我只查了一下 你看啊 听我说 我说 我要是不加 Table Schema 那它就 重复了一下嘛 是吧 诶 这什么酷名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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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加了一个 Table Schema 能明白吗 因为我们刚才看了 什么结果 你看 我们 Select Table Table Name 然后 From Information Schema Tables 条件是 sorry 条件是等于 DBWA 酷名等于DBWA 我们一个一个看吧 算我们不能跳跃式的看 这条秘密 是看 它里面的所有信息 是吧 它的所有信息呢 里面呢 我们关注点就是表明嘛 最终是表明 但是人家也顺便给你记录了一下 这个表是属于 哪个酷的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叫 有个叫什么 叫 Table Schema 这是酷名 Table Name呢 是表明 OK 酷名表明 然后你看 各位 这条秘密 是不是等价于 Show Datibasis 就是那个意思嘛 对不对 注意到了吗 其实你ShowDatibasis 查的一样是什么 Information Schema 那个表 那个酷 你知道什么 你要是把那个酷删了 你一晚上都查不到 它是数据库字典 好 我觉得查星儿的话呢 这个必要性很没必要 是吧 你查那么多干嘛 我就找的是叫什么 Table 酷名 酷名 这是酷名 OK 好 那我问一下 这个查法呢 这个查法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酷名 这个是什么 表明 我别的不要 但是也会很多 你看 酷名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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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多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加个条件 就是 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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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DVWA 那个酷 各位 应该只有两张表 看到了吗 对 加条件的嘛 是不是 酷名 酷名 叫Table Schema 现在 是吧 酷名 是不是叫Table Schema 那这套命令上来什么命令 你看刚才 刚才啊 各位 看我这几条语句组织的啊 第四ten个的 我只是对这个叫什么 酷名做了一个去虫嘛 是不是去虫 然后这个是查什么 总之最后最后肯定返回的是 所有酷的所有表 只是表名字和酷名字嘛 对不对 但是最后我们觉得 觉得 这这种方式看起来好像 哎呀 好 好那种 好感觉不舒服啊 这种看 酷名表明 这酷名字 这明明不是一个 一个酷吗 是不是 解释办法 我们 晚上拽滚中条肯定可以啊 最后能看到 比方说我们数一下 这个酷里有几张表 一张 两张 三张 四张 五张 大家知道 我们有一个分组 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有一个叫做这个叫 concat呢 是用来做自负图拼接的嘛 而groupconcat呢 就在刚才在上面那个上面加了一个东西 加了一个 这个 这个查的还是上面那两个内容 一个是酷名 一个是什么 表明 但是把把这个是什么呢 把表明做了一个 故意到一起去了吧 跟group group那个concat concat concat是做自负图连接的 但是groupconcat呢 按照组嘛 然后后面一样 tables 哎 groupby groupby 什么意思 根据什么来进行groupby啊 group 根据group group的名字 还是表的名字 group的名字 所以结果呢 看到这个效果 如果不加杠那个杠大计的话呢 就是这个效果 但是可能不太好 可能我们找一个看 还是很好看的 看 这个酷 因为有这个表 看到吗 注意到了吗 是不是清晰一点这样 看 哪个酷哪个表 一共有三十 三十三个酷 然后呢 每个酷里面呢 有相应的一些表 是不是这样的一些表 看 酷里面就有这些表 这表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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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表 用力了吗 做了一个分组 然后并且呢 做了一个整合 当然 你一般的可能 肯定不太关注 这么看 所以我们最后怎么办呢 我们只关注的是 某一个什么 某一个酷里面的表 那得到的就是 看 我们查的是酷米 我们查的是那个 我们查的是 对 是表的名字 是从那个 Information Schema Tables里面查的 但是呢 条件是酷米而来 必须等于dbwa的 所以最后结果是这样的结果吧 那我们如果换一下呢 wordpress呢 那是这个效果 看到吗 那如果查的是 mycycle那个酷呢 是这个效果 明白了吗 各位我们用得着去看实际的那个酷和表吗 第一你也不知道 是不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哪个酷哪个表 但是呢 你能够从这个Information Schema这个数据库字典当中 获得酷和表 那能获得表的话 获得列 我觉得也是很简单的了吧 最后 分别了吗 各位 看到了吗 这个Information Schema是不是相当重要啊 好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这个酷删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删啊 但是你可以强制性的表删一下 拿个测试机 你最后你去查看能不能查到 明白 好 现在我们又接触了一个 什么 一张表 哪张表 叫做什么 Tables表 从名字上可以得到的其结果就是 这个表里面放的是 全世界所有的表 不是说全世界啊 就是 整个这个数据库里面所有的表 当然人家顺便会告诉你是哪个酷的 你要记住 有个叫做Table Schema 是酷名 Table Names 是表名 你要查的是表名 但是你可能 条件是呢 等于哪个酷 是不是这样子 能听懂吗 来先告诉我查所有酷 能查到吧 查所有酷就是 查酷名 然后去个什么 虫 你是不是得到所有酷 然后再查某个酷里所有表 那就比如说 现在一切都是 一切你都没看见 你现在第一步 你要查酷名 要查酷名 像这样 那 什么玩意是 不能复制 不合适 这是个酷名 酷名无非就是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在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查了一个酷名 对 你没有知道 你看不见 然后我们最后一看 哦 原一个叫做Proson的酷 这我们都没见过是吧 好的就他了 然后来查什么 查是不是表名 表名怎么查呢 先把后面写吧 怕这单字不会记 条件是 标准 标准 好 前面得改了 前面是 名 看到了吗 很清楚吗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所以要想获得表 很轻松吧 但是你获得表 你肯定不是获得所有的酷 所有的表 对你来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你可能还是比较关注某个酷的某一些表 这个明白吗 Tables这个表 是不是很重要 里面放的是 所有的 表的信息 不光是名啊 那里面很多信息啊 这些叫原数据信息 或者叫数据库字典信息 对不对 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的一些身高啊 年龄啊 犯罪记录啊 这些信息 都是记录在字典 没有吗 你小时候没欺负过小朋友吗 没有 好 不管 请问这段能看懂吗 这 这种看法 只不过是我们转了一下最后语句 意义大不大呢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只是转了一下最后语句 用了个分组查询是吧 用了一个整个group concat 结果我们也没有用它 用到它实际的东西 是不是这意思 明白了啊 这个 来 这张表 它只能看到表的信息 你看吗 那我们关注的还有表的 字段信息吗 列吗 老师 老师 DESC不就可以了吗 不行 因为我们联合查询当中 是不能够带这种东西的 我们联合查询里面 只能带sicle语句 就是你现在 你可能会说 我知道这个表叫 Logos表 我DESC 然后看一下 Produs 下的什么 Logos 你是可以这么想 但是我们的U链后面 是不能跟这个的 你不是想 刚才是不是得到了表的信息 但是你是不是进一步想得到这个表当中 什么 列的信息 那也许你可能跟我刚才说的想法一样 你想什么 通过这种 DESC No U链后面能跟DESC吗 应该是不可以 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看另外一张表 就两张表 我觉得世界 这个世界就 就全掌握了 一个不就是Tables 一个不是Columns吗 Columns我觉得好像啥都有 就是越细的地方 你看 你看这个Colus里面 有Schema 也有人吗 Name 也有了 Column name 所以说你都不用知道 那个Tables就行了 你知道这个也可以 看 Columns里面是不是啥的有 各位 它不就是列吗 好了 我想说的是 这条Mini回车 刚才不有600多张表吗 那应该有 几千个列吧 这很正常啊 你这种查询本身就没有意义 你这么查询有什么意义 你告诉我 你说 我要得到所有表的所有列 干嘛呀这是 你肯定要加条件嘛 是不是 比如说我要得到哪个酷的 哪个表的 哪个所有列 没有 没有吗 好了 所以如果让你组织语句 比如说我们刚才还记得这个Proxin吗 Proxin 库里面有哪个表 Logos 好 我们就看它的 来我们组织一下这个语句 我现在就列 列是那个 那个字段 Column name 是不是 好的 针贴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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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Well 库民 为什么要是库民呢 因为有 有些表儿可能在 可能成名 在你的表 库里面有个U424 在我的库里面也有一个 所以你还是要指定 就是中国有个杨哥 美国也有一个 那你光说杨哥 哪儿的呀 好 好 这个库民等于什么 Y什么A Z 刚刚告诉你了 我们要查的是Proxin Proxin And Table 这是一步一步递进的 因为你刚才已经获得了库和什么 表 那你就 Logs 是不是这样的 得到了这个库这个表的 LIA 我们不需要知道 我们 我们 到目前为止 根本就不需要知道 那个库那个表的东西 我们从Information Schema 这个数据库字典里面 全查到了 能听懂吗 当然 当然 这就靠权限 如果没有权限的话 你可能只能访问 你这个用户所授权的那个库 可能也这就够了 是不是 我们可能也就得到我们那个库 也就够了 你去 然后对一个网站进行渗透 那个网站 那个业务 它使用的可能是某一个库 是吧 然后你得到那个库 可能也就对你来讲的话就够了 是不是 至少那个权限是有的 所以Information里面看到的不一定是一切 得看你的什么 权限 可能你看 有两千张表 他看呢 就几十张表 因为你只看到了 他看是一百个库 他看呢 就一个库 有意思吗 这个大家还理解一下 这个跟权益有关系 好了 我们最后说一下 这个Columnus的一个表 哇 好像真的啥都有了吧 是不是啥都有各位 好 这个能看懂吗 这是获得什么 所有列的信息 这个信号 这个字段呢 是 那个列是不是也有很多信息 很多信息 然后这个只获得它的列的什么 列的名字 这个其实 这个没有意义 为什么没有意义 你获得的是所有库 所有表的列 没有意义 你没有可对比的 这三条语句才有意义 就是什么 某个库的某个表里面的列 是不是相对于show tables 不 相对于DES 那个 看那个库和表的那个结构 对的 还有呢 就是这个 看 你就记住三个东西就行了 一个是table skema 这是什么 库名 table name 表明 columns 好 这个的table name 就是查那个叫什么 用户的全线表 OK 当中的列 这是查那个schema 全线表 你们列 但是没有写哪个库 是吧 没有写哪个库呢 那就是 一般的这个user provided者 在别的库也没有 也就是系统那个库可能有 所以那样的话就是 你找到这个杨哥 全世界就一个 那就不用说哪个国家的嘛 你说杨哥 知道就一个嘛 但你要如果杨哥在好几个国家都有 那你要明确指定 每个库里面的杨哥 是不是这意思 顾名表明 字段明 好了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基本上已经掌握了 已经掌握了sicle注入的一个 一个 还没有开始注 但是基本上大概的这个原理是掌握了的 对不对 就是一 嗯 我们要利用布尔注入 或是吧 来 加一个 加一个条件为真的条件 让他把这个表中的所有记录给我们返回出来 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这种注入方式呢 我们说有点 只能获得这个表中所有记录信息 那而你要获得的是其他的表 或库中其他表的信息怎么办 你得先知道库名叫啥 然后你得知道什么 表名叫啥 然后才知道这个名的什么 字段 所以只有知道字段以后 你在组织你的幽灵眼的查询语句的时候 你才后面可以跟字段的名字 知道吗 你想想看是不是这道理 我们幽灵眼字段 我们最终是要通过幽灵眼的这种方式 连合查询吧 我们是不是在后面要组织一个 组织一个新的sicle语句 那第一 你插哪个库的哪个表 哪个字段 这是你得知道 还有呢 如果字段不够 这个我们知道怎么解决 就是用什么 数字来凑嘛 凑够 凑够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也没问题 能听懂吗这个 好了 还是秀啊什么的 看看能不能成功 你又明白了 好吧 数据故事点 在这个 在你生命中是多么重要 有点相当于文件的 那个iLo的一样 文件系统iLo的一样的感觉 也有点相当于我们刚才 PROC那种感觉 一切源于他 一切源于他 就是他里面记录的是一切 其实我们这个information里面有很多 有很多表吧 大家都是表 哎 刚才的那个dbwa那个业务库里面有表 是吧 那他记录的是个业务相关的一些字段 一些记录是不是 information里面也有一个表 也有一个叫tapos表 还有个叫什么columns的表 它是记录的不一样 相当于tapos的表记录的呢 跟业务没什么关系 是什么 所有数据库里面的表信息 columns里面记录是什么 所有数据库里面各种表的列信息 字段信息 分明吗 所以他 虽然说都是表 大家都是人 但是呢 人和人不一样 是不是 好 这就是有区别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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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